国外借色经验第69期,国外借有谐音的惨烈教训。 隐言在写这篇借色故事的时候,我已经戒除色情42天了,并且还是会对色情内容有一些渴望。 我的色欲仍然还在,我会盯着穿着暴露的女生看,这样子我的内心是不会被治愈的。 然而,这已经是我远离色影的最大天数了。 我不是借色大咖,我只是从其他人那边学习,并且这样对于我也有作用,所以,我才想分享给大家。 在我成长和学习更多的过程中,我会更新我的借色故事。 我的堕落生活我在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黄。 那是两英尺高的色情杂志《公子和楼》,很快我就意识到楼,更刺激更好。 就是这样子的经历激起来了我的信誉,并且持续到今天。 在接下来的四年来,我经历了一些奇怪的性经历,这些经历都有些变态了。 和一个男生赤裸地睡觉,齿身裸体被诱骗去和所有人跳舞。 我朋友发现,他们父母的避孕套,并且我们试着用。 后来就是一连串的SY,并且是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。 这听起来很奇怪,但是很有意思,所以我做了。 有件更迷惊叛道的事情是,我选择了太多说真话,而要选择冒险的时候,甚至要对着男人SY。 我说我不想,但是他逼迫我这么做。 几个来回后,由于我的年幼无知,以及重视跟随友的友谊,我做了。 在那些经历之后,我真正堕落的色情生活开始了。 在我十三、四岁的时候,互联网很强大的文件分享功能刚刚开始。 我去了学校,同学给我色情DVD。 我问他我怎么样才可以有我自己的DVD,并且我回家开始下载了我自己的内容。 你会下载一个文件,然后里面包括一个字文件,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的类型的色情内容,大家觉得这是怎么回事。 我只是计划寻找一种类型的色情,但是最终被喂了31种。 从那天开始直到42天前,我基本把看黄当成了每日的必修课。 当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,一个崭新的色情世界出现了。 色情变得私密,变邪,无限。 我看着一种类型的色情内容想着另外一种。 当我第三次看到它的时候,我点击了它,我对它上瘾了。 我还知道了,在APP上看黄,花钱去购买新类型的黄原,或者看已经看过的黄原,这样子,我就对另外一种类型的色情上瘾了。 需要说明的是,我看的色情并不都是裸体。 有的时候我会用这句话来骗我自己,告诉自己我没有看裸体,我不是罪人。 即使我意识到了我的行为是完全不健康的,但是,色情一直把我拖向一个深渊,让我越陷越深。 我想说的是,在经常SY之后,感到十分的内疚和羞愧。 我无数次的去尝试接触SY,然而,总是无功而返。 我经常在戒了几天,或者是几周之后,感到破戒的欲望,在皮肤上爬来爬去。 我常和心魔打架,然而总是失败,一破戒到终。 有时候可以保持几天冷静,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时。 我经常告诉自己,永远不要再怒了。 可是当我下次破戒,我又要跟自己说这样的话。 欲望是无止境的。 我对色情偏种类的贪婪,达到了变态的地步,而在这之前,我根本就不会想得到。 我甚至在公共场合看色情片。 对我来说,手机和车是看色情片的方式之一。 我开车回家有四十分钟时间。 很多次当我开车的时候,一直在车上SY。 我无法满足那无止境的欲望,叫车靠近时,我会看着他。 而更高的卡车来的时候,我会故意地把车开得离别的车很近,让这些车里的人,看到我车里的色情片。 有一次,当我把衣服都脱光之前,我的车违规行驶了,警察叫我靠边停车了。 幸运的是,我表现得很轻松。 警察没把我怎么样,因为他意识到我没罪,纠缠只会浪费他的时间。 但是可以想象,如果警察晚来几分钟,那么,我就肯定会被因为不穿衣服耍流氓而被抓。 有那么几年,我也曾经陷入过色情短信,和匿名性关系的怪圈里。 这导致了精神和身体的创伤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的脑海里不时地会把这个怪圈和我的性渴望联系在一起。 内疚和愧疚油然而生,这为我之后的堕落埋下了铺垫。 最终我做的所有措施,导致了一些没有做安全措施的性关系。 所有的这些都是和同性做的,但我并不是同性恋。 对我来说和男人发生关系更加直接了当。 和女性发生关系需要调情和对话才能完成。 然而和男性发生关系不需要任何东西,所以,我才如此容易上瘾。 一天八次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 然而,我经常尝试着不达到性高潮,而是一直在这边缘徘徊。 原因就是我想让邪淫的时间尽可能地长。 若我很快达到性高潮,那么我需要休息几天之后,才能得到同样的感觉。 42天前,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 我感到绝望孤独、压抑,并且充满了焦虑。 我无视了我所有的朋友,这样我就可以变得超级孤独,摧毁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,包括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。 能使我冷静下来的,只有PMO色情,FY,高潮,我经常观看色情片的网站,这对我来说是最为黑暗的地方了。 电脑屏幕一直在二至三个色情片种类间滚动。 自杀的想法变得更加肃虐了。 我感觉我的人生像一个电脑游戏,十年前我已经走错了很多步棋,让我无法继续玩下去,我必须要重新游戏。 这时我开始让自己相信我是一个佛教徒或者印度教徒,我相信可以涅槃重生,并且对自己说,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。 是时候开始下辈子的生活了。 幸运的是,我心中还仅存一点希望,这使我开始去寻求帮助。 以下是我的康复计划。 如果你的邪淫经历没有我的糟糕,或比我的更糟糕,这并不意味着,你并没有对此上瘾,或者说,你永远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。 每个人的康复历程是不同的。 希望没有像我的经历那么糟糕的人可以尽早解除,在你们的人生,还没有像我这么破碎不堪之前。 不论在何地,你对邪淫的上瘾程度,就说明你沾上了这种恶习。 如果你感觉你对于色情上瘾的话,你一定可以解除。 我现在的方法AA Addict Anonymous,隐君子护戒协会,解释了成隐行为不可能自行终止的原因,但如果不知怎么,他们确实停止了,那这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。 但基本上,我们最终还是会破戒。 不过,我们能够通过让自己行走在灵修的路上,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。 我一直对于灵修之路这个观念挺纠结的,因为我并不信仰宗教,而且也从没有花过太多时间,去做灵修方面的事情。 但幸运的是,AA告诉了我,如何能成为我自己的灵修。 因此,我并不一定要信某个特别的宗教或神明。 它能够正好是我需要的那种,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的信仰。 例如,我并不非得为了恢复,而每天灵想十个小时。 我可以每天做十分钟,对我现在来说,这就足够了。 谁知道呢,以后我可能会做的更多,也可能会减少到每天五分钟。 对我来说,关键是自我诚实,这也是接下来AA讨论的话题。 它说,我们必须通过练习自我诚实来恢复。 这是我最重视的一点。 我主要通过每天早上的日记来试着去做这件事。 在日记里,我写下所有我此刻真实的感受和想法,并且真正的尽我所能,去摆脱那些,我对自己撒的垃圾谎言。 多少年了,这些谎言使我摆脱那些不舒服的感觉,但我需要对自己诚实,这样才能恢复。 因此现在我执念这些感受,并且觉得去适应它们。 我最近哭了很多次,这种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。 举例来说,一下对自己绝对诚实是如何实现的。 我无事可做,因此,我选择去看些电视剧。 我记得人们对HBO出品的西部视剧,评价很好。 我知道,那部剧里有裸体出现,但如果我对自己百分百的诚实,这将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困扰,因为我感觉自己对于恢复这件事决心坚定,并且我的动机单纯。 但结果是我没时间去看这部剧,因此,过了几天后,我重新开始看这部剧。 正当我要去看的时候,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让我兴奋的想法,我想看剧里出现的裸体。 因此,我决定不在那天去看这部剧,而是留到以后。 道德对我来说就是,外界的事物无法让我破界,也无法让我保持清醒。 西部世界,不好也不坏,它可以是一个导火索也可以不是。 真正让我陷入困境的,是我想要观看它这一诚实的动机。 而且如果我不断练习保持自我诚实,我就不会有事。 这就像是一个酒鬼去酒吧。 它可以不陷入任何麻烦当中,只要它的动机是单纯的,但是,如果它有任何其他歪心思的话,那它最好现在别去。 AA还说了,关于每天做祈祷,冥想和写日记的事,这些都很重要。 同样的,只要我能保持诚实,一上日课的时间长短,也都是可以动态调整的。 我做十分钟的冥想,十分钟的日记和五分钟的祈祷,而且我不需要非得把它们全做得完美。 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,就是做这些日课,除了洗澡,每天早上我都会读AA的十一步早间祈祷,晚上读十一步晚间祈祷,它们真的很快结合简单,总共才两段。 我对宗教不是很虔诚,做祷告时,内心很挣扎。 我不拥有宗教徒的那种,能够与上帝沟通的强大信念。 我对上帝的概念理解太抽象,以至于每天交流都会呈现得很奇怪。 比如,我与谁在讲话? 因而能帮助我的是,我是这个具有高度能量的事物为宇宙,而我是这一流淌生命中的一部分,我随之流淌。 森林在这儿,动物生活在这儿,事物经历生与死,无论我在这儿与否,这些事物都发生着。 这股力量正是我祈祷时所寻找的力量。 我通常祈祷自己,能成为这流淌生命的一部分,然后学着怎么样能在这股生命之流中变得更好,然后去更好地跟随着我的内在,和在出生时被遗忘的道德指南。 我也开始匿名地参加SSA借性影的组织,在这儿我有能力使自己对其他人更坦诚和流露心声。 把失藏在心里不说出了事大不诚实,这需要改变。 我在会上与大家分享,但我也有那些参加SSA会人的手机号,如果我需要和谁说话,我会发短信让他们知道我的处境。 我也跟我值得信赖的朋友,以及父母坦度新生。 这些使我停止对我自己说,我很好,一切都好,而实际上,我内心中是惊慌失措的。 在参加介色影组织的会上,我找到了一个护主人,并使用AA这本书中的十二部曲。 护主人是那些之前学习这些步伐,并能给我在这过程中做向导的人。 AA这本书,在很大的程度上,是帮助他人。 我能帮助他人的最好的方式,是在这个论坛支持他们。 我在借信引这个组织支持他人,也在像NUFA国外的建设网站一样的论坛支持帮助他人。 每天我都会花一些时间伸出我的援助之手。 我经常会提醒自己不要生起自大的心理,给别人指手画脚。 我只是尝试用那些对我自己有用的方法去帮助大家。 再一次提醒诸位,自我的诚实是十分关键的。 我也尝试通过其他的方式,是自己对别人有帮助。 比如陌生人如果我有这本量,或者朋友与家人,但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。 比如说,我会在冰箱里把父母喝的牛奶放在我自己喝的牛奶前面,因而,方便他们拿。 小小的事但是有帮助的。 我也去看治疗师。 这件事是在我日常列表的最下面。 因为一周去一次就一小时。 目前我只去过了三回,我确信这会帮助我。 但是,我目前不是很确定。 我也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,但这也可能是因为,一些无关色情的问题导致的。 因此,治疗也是为了这一方面。 我也听说别人从治疗师那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来治疗性瘾。 但是,我不是很清楚这是怎么办到的。 我日常也做其他的两件事情,我把它们合在一起,因为这是针对我的抑郁和焦虑。 我额外做这些事情,可以帮助治疗抑郁和焦虑,这也可以对我的借色有帮助。 我每天都锻炼,十分钟举重和一些有氧运动,我也在我的饮食上减少了一些非自然加工的糖和食物。 基本上是我在家里做的素菜和穀物。 不再有蛋糕和培根汉堡。 好消息是我的胃味被调整好,任何食物尝起来都很好。 日常修炼的列表一早晨祷告二。 十分钟冥想三。 十分钟健美操四。 十分钟写日之五。 严格诚信六。 向其他恢复的人伸出援助七。 永远不要抓住秘密保持不放八。 匿名参加借性饮组织九和互助人一起学习十二。 借色十二部曲AA书中十。 每周去一次治疗师那治疗抑郁十一,为抑郁改变饮食习惯到素食主义, 没有加工的糖分十二走路一小时, 或者滑板二十分钟借色效果。 做了上面的试以后, 我再也不需要刻意躲避某些场景, 比如害怕电子设备。 我发现这里的许多人会在他们的电子设备上, 设置严格的网站屏蔽规则, 并且, 不把电脑或手机, 带入特定的房间。 比如浴室, 在借信尹组织见面会上的一个人甚至说, 他把电脑放在自己汽车后备箱里。 但这并不是我的经历。 在最初的两周我也很害怕, 破戒, 并且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。 但很快我就发现, 我没必要可以保护自己, 因为坦白说, 只要我想破戒, 什么都挡不住我。 即便我不把手机带进浴室, 我也可以洗澡后, 拿起它在别的地方SY。 甚至只要配合上头脑中的一些意淫, 用双手就可以破戒。 我手机上确实安装了色情内容屏蔽软件, 但这只是为了屏蔽那些弹出的擦边内容。 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些内容, 而不是为了将我从破戒中拯救出来。 再说我也有屏蔽软件的密码, 我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这个软件。 做这些事的同时, 我不需要再刻意保护自己, 因为自己的冲动并不是很强烈。 我写下自己的感觉, 分析什么让我产生了冲动, 打电话或者发信息给某个人, 这些冲动就走远了。 经过大街上的女孩时, 我对她们的欲望减少了。 这欲望仍然很强烈, 但比起42天前好了不少, 那时我会盯着看很长时间, 甚至尝试偷拍, 并在之后使用拍到的照片。 我甚至有一个一万五千人关注的博客, 里边放的都是我偷拍的照片。 可以这样说, 某些强烈的冲动, 以及受性的痴迷正在缓慢的变化, 变成一个一闪而过的想法。 她仍在那里, 但更多的像是对过去的回忆, 而非之前那种强烈的痴迷。 也就是说, 那种发生在一个很热天气的令人沉醉的风暴, 人们穿得很少, 而一个特定的人从我身旁走过, 于是兴奋袭来, 胃里仿佛有蝴蝶飞舞。 在过去, 几乎路边走过的所有女孩, 都会让我有这种感觉。 现在这种引起冲动的情况, 在慢慢减少。 这段时间我对色情, SY和高潮, 几乎没有冲动。 我不用坐在自己的手上, 把自己锁起来, 或者尝试着用某种活动分散注意力。 既没有外部的力量帮我避免破戒, 也没有外部的力量让我破戒。 目前身边的事物不会触发我破戒。 事实上在我看来, 也没有那样的触发物。 只要我坚持完成上面的工作, 我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。 我的大脑仍然对性找你, 但我不再有和它相关的对PMO色情, SY, 高潮的冲动了。 有人说寄到某个数量的天数后, 会有强烈的欲望, 但我并没有。 就像我说的, 由于脑海里的欲望, 某些日子会比其他日子艰难一点。 但如果说是戒色前那种强烈而持续的欲望的话, 那是没有的。 的确有些东西会激起我心中的欲望, 但在过去的42天中, 我几乎没有过破戒的冲动, 虽然有时有阶段反应。 的确有欲望高的时候, 但采用上面提到过的这些方法后, 欲望降低了。 在过去的十年里, 我曾只靠自己的毅力借色, 我常常需要和自己的欲望搏斗, 但现在不用这样了。 义者柱, AA Addicts Anonymous, 尹君子护戒协会, 文中提到的书籍AA名字是, The Sober Truth, debunking the bad science behind one-two-step programs, and the rehab industry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